这位行者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随时都在动 所谓称为行者是如实的动 正确的动 动所当动 包括你在那边静静地坐着 其实也是在进行正确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们常说静坐静坐 其实静坐是用一种方式 来让你的心更稳定 更清楚 能够真正地现观你的五蕴 因为这时候那个心没有乱掉 没有在造作什么 那换句话说 如果这时候你已经在做什么 那是谁叫他做 当然是你的意识叫你的身体在做什么 那这时候你怎么再回观你的五蕴 它本身就散乱 就是动态的 那你要看到真正的它怎么动 你必须先有一个静的条件 用静 以静自动 以静观动 你说用动来看动 那我们应该都会有经验 你如果走在一条溪的旁边 那你一面动 如果晚上 因为看不清楚 但是你可以看到水里面的月光 如果像这几天的月亮 都又大又圆 那顺着这溪水往前走 好像月亮也跟着你在走 事实上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你一静下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到真正的实相 这个也是相对性的 所以静坐还是坐子跟观 最好的条件 当然现在很多都会说动中禅 还是在那边经形 用那种方式在观察 其实它也不是不能观察 但是它的观察 一般就比较粗一点点 比较粗 但是你如果 不经过这些粗的观察的训练 你几乎没有办法 融到日常生活里面来 你就只能在静坐的时候观 离开坐你就不能观 那那个功夫就不能传达到 运用到日常的生活 所以这个怎么办呢 其实就是要 在静里面 好好去训练那个强而有力的观照力 这观照力一强了以后 即使有点弱 它还是有作用 那你如果没有经过那个很强的 止观的训练 你说你在观什么 其实都是散乱性 几乎没有办法有实际的作用 所以还是有机会 还是多静坐 静坐的时候都训练你的止观 也就是多培养 多找寻 都回来回观 你的那份本具的空明 那空明最大的敌人是什么 就不空不明 你不要坐下来 还是在那边不断地打望 想东想西 那个就完全不对的事 所以我们静坐就真的静 就不动 完全静下来 身不动 心不动 这样才能够跟那个空明相应 但是 是身不动 心不动 空明就相应吗 一般的人刚好相反 身不动 心不动 就睡着了 就睡着了 凡夫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离开凡夫 得逆转凡夫的惯性 身不动 心不动 不是睡着 不是昏沉 而是开始去找寻 你那本具的空明 因为佛头告诉我们 本来就是那个样子的 他证物也是证那个东西 开示也是开示那个东西 圆满也是圆满那个东西 把那个体起原向起大用 所以我们先找回那个东西 找回那个东西就是 不属于他的你都要晓得他不对 不要去跟那些有的没有的相应 你坐下来不要又想动了 才要坐下来又想去哪里 那绝对是不对的 那坐下来 想那些现在不能办的事 没有用 那都在浪费生命 一定要把握当下 要觉知当下 不管你现在在干什么 譬如说我们常常也会发觉 有些人车祸他怎么发生的 都是没有觉知当下 他打妄想 他昏沉 他乱意 所以他对那个掌控 对路况都不清楚 那我们再回想一下 我们说 再轻都会出状况 常常在吃东西 自己嘴顿 自己嘴皮 是怎么来 你稍微绝躁一下 就那时候没有绝躁 你稍微回忆一下 那时候在发呆 不晓得干什么 嘴巴咬啊咬啊 不晓得在想什么 那当然他就咬下去了 所以我们要保证我们不犯错 最好的保证 就是提起绝躁 这个绝躁有多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有了空明 它导正了你的思想 有了空明 它打通了你的身体 所有的契机都会打通 所有障碍都会消除 这个就叫内明 内在本具的明 那因为它是空明 说内而无我 不是内有一个我 它是空明的不是 它既然是空跟明 你就不可能有我 不可能有什么我 说内而无我 外而无法 你若真的正到无我 那自然外面的 静就动不了你 因为没有能动 没有一个被动的东西 没有一个可以被动的东西 所以 修行还是先 找回这个空明 直接就能够破你的我 知法知 这个是所有修行里面 最快的 最直接的 所以禅宗叫做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就是正空明 找到 正到了空跟明 也就是所谓的见到位 从这边 就开始走上真正修行的路 修行的路 所有行为都在修 修什么 修菩提道 修菩萨道 修成佛之道 那我们现在也都在修 那修的都是反复道 修半天还是在六道里面轮回 还是醒入哀乐哀无意 七情六意 一点都没有少 还是一样的执着 一样的烦恼痛苦 为什么 你没有掌握到 根本的东西 好 那么 阿弥陀佛为什么 这么很自然的 就让我们幸福 而且一听到祂的名字 就感觉好像很安慰 很安全 因为阿弥陀就无量光 阿弥陀就无量光 因为我们不晓得它的意思 但是你一见到阿弥陀你就很舒服 这个就是 那个音声里面 那个名相里面 它本具的能量 比如说我们在修这个法 一开始就发母音 子音 母音有母音的能量 子音有子音的能量 只要是波动 都有能量 你发那个音 产生那个波动 它就产生那种能量的形式 所以很多东西 你如果懂了以后 其实你善用它 什么东西都变得很自然 很简单 因为我们不懂 所以做它 不懂做它也不是没有作用 那作用不是全然 就其中的一部分的作用而已 所以 学什么东西都要学着透彻 越深入越好 不要浅尝极脂 不要得少为主 不要有一点点东西 就以为自己很厉害 那个都是证明你很幼稚 很肤浅 但是我这样讲 不是要我们不知足 而是随时都要往深处 广处 究竟处 去不断地探讨 不要住 不要停留 不要什么 然后觉得这样对了 这样够了 就这样就好了 那种态度就不对 所以 随时 懂得空 就不着想 懂得明 就不迷惑 这两个真的太好了 随时 早上讲了 紫光明 是你的空明 母光明 是称之为阿弥陀 那事实上呢 不是只有阿弥陀 白鲁纳 辟如真阿佛 大日如来 就是这个东西的全然的名字 就我们这个空明的究竟 就是大日如来 无所不照 所以这些佛的名号 其实都是一个假名 就是我们要称呼他的那个功德 然后一个相应的名字 那这些五方佛 五方佛 当然都有他的形象 都有他具体的功德 但是他种子呢 他的最根本的音呢 在这个法本里面就有 我们现在翻到法本的第五页 第五页 第五页的最下面那一行 这um就是大日如来的种子 um就是achobia 就不动佛的种子 dram就是宝生佛的种子 chree 就是阿弥陀佛的种子 ah 就是不空成就佛的种子 所以你当它广开来有 有那个净土啦 像我们六楼 最近那他们 任务车格西他们来做了一个沙坛城 那现在还不能开放 因为那个防护罩还没有做好 那个风一吹你 静它一点点呼吸都会破坏它 所以现在不能开放 等全部弄好以后才开放 那很庄严 那那个也是一个佛国的一种象征的表达 所以你说下去 什么是佛国 什么是净土 有各种方式可以去描绘它 但是真正的净土在哪里 绝对不是一个什么东西 也不是一个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空明 能够去体会受用的东西 反过来讲 你若身心已经正得空明 那你无时无刻不在净土 因为空就是清净 就完全清净的 那明就是充满的智慧 所以我们已经具备了这样的体 那是不是具足相 然后产生用 当然你要去下功夫 就越来越具体 越来越能够体正 但基本上你一定要先懂这个道理 你本来你的心就空明的 你的本体 你的心性 本来就是空加明的 它不是只有空 也不是只有明 明里面就空 空里面就明 所以如果找上那六句 那一空一明 非空非明 空即明 明即空 空也不是问题 明也不是问题 这六个通通具足 通通不含糊 通通没有矛盾 这个就是真正的大智慧 那我们因为分别 因为执着顾 所以空就不能明 明就不能空 空就一明 明就一空 这样就什么都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那个样子 就产生我直 产生无明 产生我了 我是什么 以为有什么真正的自信 以为有什么是真的 没有 只要你以为什么都真的 是真的 那那个就是你的糊涂处 你的颠倒处 请问我们的烦恼从哪边来 你把它当真了 把它当真 你就烦恼 就痛苦了 你看 你的念头不断地在那边翻转 你为什么抓住这个不放 你无明 你笨 你不懂得 本身 本体是空明的 所以我们真的好好想想 其实你就会真正的忏悔 我为什么不断地自己找自己麻烦 为什么我不断地犯错 然后在错里面以为自己对 以为非那样不可 为什么 所以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无明 常常会骗你 你常常被他骗 你为什么会被他骗 你又落入我了 你就被他骗 你又看到他无我 你就没有被他骗 谁看到他无我 空明 照见他无我 所以这个 很重要很重要 你如果能够掌握到这一点 你的生命又充满着自在跟光明 充满着大能量 你都不懂这个 处处挂碍 所以轮回啦 什么涅槃 那个都不重要 那个根本就一点都不重要 你有涅槃不可能 会跟轮回相应 你有轮回不可能跟涅槃相应 你要懂得 轮回没有自信 涅槃也没有自信 既可以跟轮回相应 也可以跟涅槃相应 在轮回里面没有问题 在涅槃里面也不会执着 这个才是真正的 无助涅槃嘛 才是真正的境界啦 所以只要心里面还抓着什么不放 那事实上就是你 那个无名 那个根本无名的残留 那当下起作用 那我们不是要去否定它 不需要否定它 不需要排斥它 一定要看穿它 看透它 你只要看透它 你要排斥嘛 你只要排斥 你有看透它嘛 所以只要 你用意识在那边分别 通通不对 通通不对 即使想得很有道理 也通通不对 修行要真正的翻转 真正的解脱 还是得从根本处去下手 建立起这个根本的知见 我们的根本知见 就是空明 你若没有空 没有明 你什么都不知道 请问现在你知道不知道 你知道 为什么知道 你有明嘛 你有明 那为什么这个能够让你知道 你这个法跟你之间 它是空的吧 然后本身这个能 也是空的吧 那个所 那个法 也是空的吧 我们说能所 能所 那个 能所对立 能取所取 能就是我 所就是法 所以说我法 这两个一对 其实都是假名 但假名 因为我们迷糊在里面 都被这些假名 给制约了 给控制了 要慢慢地看到它 不是那个样子 一个人会执着 常常不是不懂道理 是懂道理 它懂了以后 坚持道理 它本来是不能坚持的 它只能用这些道理去沟通 你如果真的讲得出道理 再顽劣的人 都可以慢慢沟通 但是 比较顽劣的是 比较不容易沟通 不是不能沟通 当然就要慢慢慢慢解开 它的执着吧 所以 但是我们常常就犯一个毛病 我跟你讲道理 怎么讲 你都不犯车 并 它痛苦 我会受到 你因为道理而生气 他因为听不懂道理 不认为你在讲道理 根本就不理你 所以两个都受伤 两个都没有用 所以你懂道理 没有用 所以千万不要执着 因为真的没有 包括道理本身都不是真的 它只是有道理 不是真的什么东西 你说物理是什么东西 你要说它什么东西都不对 但是没有道理吗 真的有道理 你按照那个理 那个理是抽象的 但是你按照那个理 去把这些因言具足 它那是就出现了 那个结果就让你 证明给你看 所以理不是真正的什么 真正的 这个要怎么讲 理 理是抽象的 理是抽象的 但是它是可以印证的 那印证就是事 那事里面蕴含的 那个可行性就是理 所以理事它是无碍的 但是你要达到理事无碍 必须先理无碍 你这些理里面都没有瑕疵 理无碍 那事无碍就因言要具足 就事无碍 你这两个都没有障碍 叫理事无碍 从这个事在不断地推演 扩大 叫做事事无碍 所以花言里面的四个境界 其实我们都可以受用的 你只要融进去了 在随时日常生活里面 都可以达到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但是再怎么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还是得依因缘 没有因缘 没有条件 你什么都成就不了 再简单讲现实一点 比如说一个现在最夯的 他们IC产业 或者再讲现实一点 这些米其林的厨师 他们为什么能够有那个身份 他理都懂 事都懂 他都可以把它表现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好的食材 他功夫再好 也做不出什么东西 所以你懂得够高 技巧够好 还是得有好的因缘 你才能把那些表现出来 那一理通就理理通 你会做这一道菜 有这一道菜就衍生出很多东西 很精彩 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到达四世无碍 所以 这四个阶段 其实你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 任何一个生命的过程里面 都可以运用的 不是要成佛 才是那四种境界都有 只是成佛的时候 那个境界比较高 我们境界比较低 但是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所以学佛修行 不要 一开始就想着 它好难哦 那个没有办法 你这样一弄就错了 你要从每一个处处 你都去应用这个道理 先把理弄清楚 那理变成是 是要什么因缘弄清楚 然后就去印证 哦 我懂道理 我也会做事 这你就越来越有信心 然后理跟事里面 在印证不断的check里面 当然会有很多细节 可能没有顾虑到 在深一度的检验 就到理事无碍 然后在应用上 我们说尽一切智 刚刚的理事如一切智 要到事事无碍 要尽一切智 那就演变出来 然后就是很精彩 很妙悠 变满的那种境界 那一样 你如果学佛学得好 你处处都是妙悠 你如果学佛没有学好 处处刮 处处放不下 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你都往不好的地方想 那你如果学得好 不是一种想得没 自我安慰 而是真的会把你思想 引到有用的路上去 你做一件事情失败了 你有智慧的是 借着这个失败 把你引到能成功的路上去 不是在那边自怨自爱 我们最亲的人走了 不是让我们走不出来 而是我这么亲的人 都得离我而去 然后引导到无所挂碍 因为我们做不了主 不管谁 你如果最亲的人 你都可以看透 都可以放下 那不亲的人呢 更不用说 根本就没有挂碍 所以修行就在最难处下手 你能难的问题解决 那个小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那能量差的 层次差的 小问题都变成大问题 那能量高的 智慧高的 大问题都变成小问题 为什么这个样子 就是理跟事 你通透到什么程度吧 就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我们身心也是一样 你不可能说完全没病啊 不可能完全没烦恼 但是不要被一些小烦恼挂住吧 不要被一些小病就自怨自爱 觉得自己很可怜嘛 不能那个样子啊 那你要修到说 起大烦恼 没有问题 我可以承担 我可以超越 身体起了大病 我还是撑得住 我可以继续保持空明 那你的境界就高了 尤其最近我接触这几个往生的 我觉得他们 虽然也不是佛法懂很多 但是那个知见态度都很正确 一点都不紧张啊 你去 它其实快死了 但是你 抓着它的手 它一点都不紧张 都很柔软 所以这个就是真正的修 真正有观念 观念正确 观念正确跟学问无关 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 要化环为简 追求半天 其实都是跟生命无关 跟职业有关 跟专业有关 但跟生命无关 那不管你多专业 多那个 还是要回归到生命 本体 所以修行很重要的目标 把一切回归自我 所以 真正的修行 就提起你的空明的能观 来 止观 你以为是我的五蕴 或者 以这个空明为底 应用你的六根 去 鉴定你的六成 去 引导你的六四 让它变成正确的 这个都是修行 都是实际的回归自我的修行 那 反过来讲 你如果忘了这些东西 不在这个上面下功夫 在那边一天到晚 我要什么 我要什么 就妄想一大堆 那个都跟你的生命无关 但是跟你的生命的内涵有关 我们这一期一期的生命 都是我们业力的感召 业力的视线 所以我们每一个行为 当下又是行为的本体 又是未来业报的因 我们能够不小心吗 当然要小心 小心 怎么小心 怎么小心 不是要怕 佛陀 已经给我们最珍贵的法药 就是应用那一份空明 应用那一份空明 内不找我 外不找法 里面既没有我执 外面也没有法执 不是说你现在就可以 因为现在我还很坚固 法的执着还很坚固 随时都会有我执法执 现前 但是佛已经给你一个万灵丹 给你一个化开我执法执的万灵丹 就只是回到空明 你只要回到空明 那一切 当下就泄露 当下就不见 所以不难 真的不难 有些人说 为什么你随时都笑笑的 就懂空明 不会自找麻烦 不会僵在那边 你心里在想什么 都写在你的脸上面 你心里有挂碍 当然脸就笑不出来 你心里很生气 你脸一定很僵硬 脸色一定很难看 所以外相其实就你内心的写照 你内心的内涵 就是你之间的写照 那之间怎么样 如果正之间 那写出来的 造出来的都是好的现象 所以真的 我们真的要自我赞叹一下 还好 我晓得学佛 我晓得修行 我懂佛法 我依法奉持 常常赞叹自己 常常要求自己 都是依法奉持 你当然就走在法的路上 也就是所谓菩提道 正法的路上 这样才好 好 那因为 我们今天晚上有船灯 所以等一下 有很多预备的工作要做 所以我们这一支箱 就可以提前结束 让我们等一下工作 做得更从容一点 那当然也 如果我们有空 要参与 也可以帮忙 好 最后我们 还是来做个回向 这手掌一合 很虔诚的合 合在一起 理事无碍 卑质双云 用最感恩的心 用最稳定的心 来感恩这法界 给我们有存在的条件 诸佛菩萨 让我们能够随时起正念 往上感恩 嗡 回向法界 啊 哼 现在大家都发音 发得不错 后面那个 哼 不对 那个音不对 不是喉 那你发对的时候 你的身体会告诉你 对了 对了 就是这个样子 你发错的话 自己也感受不到 别人也感受到你发错 OK